我們來到這個業館的第一回合 其實我們不是第一課的 現在我們先講講 業館開課之前我們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們今天會講什麼呢?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到底這個格西是誰 Gashin Michael 然後跟著是業館法則到底是什麼 然後關你什麼事 第三我們會講一下 讀書會到底可以創作什麼奇蹟 我們現場有很多觀眾 大家給點掌聲來聽聽 謝謝 其實我們有很多 麻煩這幾十萬人先做一下 然後我們會講一下 什麼是錄時書 有沒有人有錄時書在這裡? 有沒有人有? 但是有人有錄時書在這裡 然後我們會講一下 什麼是Coffee Meditation 什麼是Coffee Buddy 以及如何種金錢種子 關係種子 這樣 OK 好 那由第一講一下 到底什麼是格西 格西是誰來的呢? 這樣 那我們在讀書會 通常我們會看這兩本書的 這樣 然後呢 主要呢 我們是看這個 葉本法則的 葉本法則有八個chapters 這樣 好了 格西是誰呢? 格西呢 其實是一個 讀書是很厲害的 超級厲害的一個美國人 來的 那他呢 今年應該 有六十歲嗎? 有 是嗎? 有六十歲嗎? 總之就不年紀都不小了 五十來六十這樣 而他呢 自己本身呢 就是 講一下他的故事 那他呢 讀中學 讀大學的時候 是厲害到 會入白工 和總統握手的人 你不知道嗎? 他是當年呢 他自己讀大學的時候 他是厲害到 是全美國 全美國最厲害的十個人 進去白工和總統握手的 然後呢 有一天呢 他就入了大學 不是先 有一間很厲害的大學 那怎知道 不幸的消息就來了 就是他突然間收到電話 那電話就跟他說 他媽媽突然間過生 那跟著他就情天悲悲 因為 他媽媽死了 突然間走 最後還沒見到 那他很傷心很傷心 然後 然後沒多久呢 他的弟弟 和他爸爸都過生 那他好像 他有幾個兄弟的 那他連環一兩年之內 三個人過生 那他就 大受刺激了 他突然覺得 人生再沒有意義 因為你讀書為甚麼 讀書也是為了 賺錢 之後又有個好生活 給家人 媽媽又走了 爸爸又走了 爸爸又走了 弟弟都走了 那你一個人做甚麼呢 那他在校園那裡 就很傷心 那突然間見到 印度的同學 在樹底那裡打坐 那他平時覺得 這個印度同學 真是奇怪 那樣 那怎知道 印度同學跟他打招 他說 喂 Michael過來 他說 過來聊聊天 這樣 看你的樣子都很不妥 然後 然後 又有一個Michael 我們 然後 他走到樹底 跟他聊天 他就說 你做甚麼事這樣 他說 我家人過生 他說我要知道 我要了誤生死 到底生死是甚麼 現在我很痛苦很痛苦 然後那個同學就說 你在這個地方 是不能了誤生死的 你要去印度 那他就去印度 那他就去印度 那他去印度之後 就 不是 他說我現在讀書 怎麼去印度呢 他說很簡單的 你去這個校務處 這個Academic Secretariat 你跟他說 我需要停課 一年 或者一復一排 我要去這個印度那裡尋渡 那樣 然後他說 欸 校務處怎麼會聽我說呢 那樣 然後他真的去校務處 那跟校務處說 我有一些事想去印度 那校務處就說 我都沒問題 我和你停課一年 你去完回來再繼續 然後他說 那樣都行嗎 然後他又說 神經病 我哪有錢 什麼窮學生一個 靠獎學金 你去印度 那些生活費用機票 那個年代 去印度不簡單 然後有人跟他說 他就說 你不是去哪個ground loan 借一塊錢 你說你要去印度 去探索人生 學術研究 就有人給你錢 給你一張機票 靠西又說 那個時候是靠西 麥可說 他這樣都行 跟著他又跟著他做 那樣 果然有人給了錢 他把他買個機票 去印度 於是乎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無緣無緣無故 就去了印度 去到印度 人呢 哇 那些人又多 廿街又大個鎚 餐 那些食物又奇怪 他一個美國仔 去到印度 於是乎 好害怕 然後有一個人跟她說 你外籍人士找了酒店沒有? 她說未呀 我們家裡開酒店的 你來這裡住先 她說隨便吧 然後跟她住 原來那裡不是酒店 是她自己的家 是一些民宿 原來在印度很多人都會做這些 的士司機 是的 於是去了她家之後 就躲起來了三四人出來 因為她被印度的文化 energy 氣氛陷了 然後她從那裡開始 就開始沉倒了 沉著沉著 然後就去了一些修道院 去了一些很遠很遠的修道院 繼續去這個路程 然後就成為了 六八年來 全個脈中界的 讀書最高的一個外籍人士 就成為了格輝 一般來說 零波車大家聽過了 零波車就像是甚麼呢 像是法學博士 PhD 現法學博士 但是格西是零駕於她 即是最高的學位就是格西 然後格西就過了這個很開心的生活 在這間修道院裡很簡單 而她有一天 她就升 即已經去到最高層次了 已經去到格西那個層次了 在她的寺院裡面 她有師傅的 每一個人都有師傅 那師傅呢 她就想著正啦 讀到最高級了 那又怎樣 以後想著在修道院做甚麼呢 不是叫修道院的 即是那些 修行的地方 就是喝茶而已 沒有甚麼要做的 做了師傅之後 就喝茶 然後有一天 師傅跟她說 她說 啊 格西過來 她就走去師傅那個室 那個chamber 然後師傅就說 你還有一個試未考 然後格西說 咦 還有試未考 搞錯呀 考完的了 那樣 你還有一關未過 這一關你知不知道是甚麼 最後過了美國 重新去商業社會 精力佛法 對了 非常好 OK 那就要她再去商業世界 她說你現在最後一招呢 最後一個試呢 就是呢 你要把這個金剛經 OK 就拿去商業社會 然後你要跟我賺 第一桶的 一球美金 這樣 然後格西說 咦 我不喜歡賺錢的 如果我喜歡賺錢 就不會躲在這個 深山野嶺那裏學到啦 是不是 然後她說 然後後來呢 長話短說 她不單止 是要去賺錢 還要去紐約去做這個鑽石業的 那格西說 第一我不喜歡賺錢 第二我很討厭紐約 因為紐約是一個很繁華 很煩很吵的地方 那些人很賤賄 那些人很賤賄 那些人很忙碌碌碌碌碌 第三 她不喜歡鑽石這個行業 因為鑽石 有另一個名字 叫blood diamond 有沒有聽過 鑽石是一個髒的行業來的 其實黃金都不能去哪裡 Anyway 鑽石是一個不好的行業 然後她就 你現在還要我三合一 去紐約智庫 然後做鑽石 然後她師傅 很有趣的 她師傅有些煉珠 那我這一串 就不是煉珠 就是一百零百粒 那師傅很有趣的 每逢徒弟拼嘴 就會這樣 去不去啊你 是不是不去啊 不去就這樣 一下子打下來 都挺痛的 真的很痛 這樣 我還要這麼近距離 那跟著呢 她師傅又是這樣拿個煉珠 你說什麼 不去啊 第一你不去 不可以畢業 第二你就是拼嘴 那鑽石就 不要打不要打 去去去去 那她考慮了很久 然後她自己跟師傅說 好吧 那我去啦 然後她去呢 就落到紐約 還有師傅說 第一你不能夠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佛學博士 你不能夠告訴別人 你是格西 你不能夠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實驗 你只能夠用一個普通人身份 進入一個人類的社會 然後跟著呢 去賺你的一桶美金 好了 然後跟著呢 她就去了 那她就激勵了很多事情 那長話短算就是 就是 她就在紐約做了很多很多年 很多很多年 她的過程跟普通人 是沒有分別的 她一樣是 要去上很多課 要學她行內專業的知識 那她怎樣去成為了這個 這個 一個 格西 然後跟著她 她後來安頂鑽石這間公司 是賣了幾億 25億 10億 或者年賺2.5億 每一年賺2.5億 是賣了給菲菲特的 然後呢 有一天她在談談的時候 有人跟她說 你講得很棒 你的經驗很棒 你有沒有興趣寫一本書呢 她說 好啊 那她就寫一本書 如果你看這本書的話 你會發現 周善成博士都這樣說 其實她不是一個寫書人 是看到你全熬了 她是將她的經驗 因為她要閉關了 跟著 她要閉關是3年3 個月03日 她要閉關 所以她就趕快寫完這本書之後 就交了給那個出版社 然後跟著她入屋就閉關了 她閉關之後 再出回來 她是完全不知道 到底這本書是有出版 還是沒有呢 有沒有人買呢 有沒有人罵呢 她完全不知道的 但結果出了關之後 就發現本書是大賣 然後就真的 很多回響 然後她就 現在在世界各地去推崇 這個 日本法則 這件事 這個就是格西的背景 有沒有問題 我們的新朋友 其實有2,000個新朋友在這裡 這樣 其他人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嗎 好